激增您的財氣更大氣 用2024全新最強勢股票 創造翻倍再翻倍佳績 財氣大滿貫888早鳥優惠專案 元氣開運股加大護線APP 讓您成為速度第一 波段第一獲利冠軍 立即加LINE 鐵協表單 活潑打電話02-2542-8999 財氣大滿貫888早鳥優惠專案 絕對要您發發發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15號 週一的果實大攻略 我是余國慶 好啦 選舉選完 這個所有的不確定因素 都已經攤在陽光下 那今天的台股還很有意思 今天在開盤的那段時間 指數跟個股確實往上衝 這個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你會認為今天有慶祝行情 因為昨天我在群組上 我就在做意見調查 昨天我就問群組所有人說 你覺得明天就指今天了 這個會漲 會碟 看盤整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就做意見調查 那確實有不少的比例 大概一半以上 認為今天有慶祝行情 好 那今天開盤 我不曉得你昨天怎麼看今天的盤 但是今天開盤的短暫的時間 確實指數往上拉 但是這個指數最高 也不過來到17640 今天加權的最高點是17632 也不過就是來到17640這個附近 就變成今天的最高點 之後其實這個盤是開始震盪走低的 那不過當然今天這個盤 大型股其實真的沒什麼 就是表現的就一般一般 但是今天盤面是很多的中小型的股票 確實表現的不錯 今天OTC收的位置 確實比這個加權之族收的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形成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來 老婆我們就回到這個 來 因為今天的這個加權最高點 只有來到17632 等於就是來到17640這個附近 那但是沒有過去 反而是OTC今天是收的比較漂亮 而且這個基本上都已經 把收的短期均線 又重新都突破上去了 所以這個盤 從明天開始 你就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 如果說我們先以這個加權指數來講的話 在這個17640 沒有真正站上去之前 那基本上這個大型股 恐怕你就要繼續看 這個就來回震盪 所以你看今天的台積電 也不過就頻盤上下 這個聯發科甚至還小跌了 所以代表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這個電子的全值股 而且今天你看很多AI的股票 本來上個禮拜五 這個什麼廣達技嘉偽創 一幅一幅好像這個短線要開始拉 可是今天又都打回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電子的大型股 基本上仍然就是隨時震盪 那只有一些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表現的確實不錯 你看像今天 今天神盾集團 除了神盾本身 因為有重大訊息要公佈 今天暫停交易之外 其他的幾次股票 你看安格漲停 新頂 甚至像安國轉投資的 這一個基本上今天都是漲停板 迅捷今天也拉漲停 那迅捷我上禮拜跟大家講 他是安國轉投資 他都不是神盾直接的轉投資 他是安國的轉投資 但是anyway 今天神盾集團仍然表現得相當的勇猛 另外台積電的半導體設備 其實過去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我在群組上 我在節目上 我一直提醒大家 因為從今年開始 台積電所謂的Coors的產能 是有很明顯的 比去年有大幅度增加出來 所以這一陣子你看 像萬潤 今天以收盤來算的話 又創這一波的新高 對不對 其實萬潤在台積電的設備裡面 其實算是一個 大家都還知道的股票 那它的股價 基本上這一陣子以來 都還在震盪走高 像萬潤 像中砂 就是做鑽石碟 就是切割所謂的先進的 這個晶圓的 今天也是在創新高 像探偵卡的旺系 今天也在創新高 甚至有沒有 連泰深 這個也是台積電 相關的半導體設備 它做雷射打印 傳孔機 今天一根大紅棒 盤中量能漲低 你看 這些股票其實今天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的漲 其實就跟 這個 在差不多12月中旬以後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我說注意 注意 明年就是指今年 說這個台積電的 這個coast產能 這個會很快速就增加出來 那所以對於這些相關的 半導體設備公司來講的話 當然股價在這個地方就有表現 那另外 今天的網通的表現也不差 所以今天這個很多的 重量的股票呢 今天我又去 我繼續在節目上 跟大家做追蹤 其實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也不斷的跟大家講 這個神盾集團 這一群是非常重要的股票 你看講完之後 從三個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到今天 其實真的盤面上 整體來講最強的還是這一塊 甚至像這個 安格今天 又亮燈漲停拉漲停 我今天還在恭喜會員 因為這一次相關的這幾家公司 我是帶著會員就去買安格了 那為什麼買安格呢 因為我講嘛 因為這個維歐欣我選股票 有個重點是 我一定要從標股五率 這個營收獲利明星產品 當然這個是屬於這個 Cycle的這一塊 這個再說 但最起碼一支 能夠長線有機會大漲的股票 一定最起碼要有這三個 要是有這三個條件存在 那因為這一次這個安格相關的 這些這個轉投資的公司裡面 你看安格他從去年的9月份 公佈營收之後 他的這個營收的年增率 已經從之前的50% 其實50%已經很厲害了 直接跳到一倍以上 9月11月都是在一倍一倍 11月跳1.5倍 12月營收一出來跳的快兩倍 你看這個年增率厲不厲害 很強 對啊 那我一直在講 今天為什麼你要跟上韋國慶 今天韋國慶我幫會員調股票 我一定要有這幾個 起碼一支股票要符合這幾個條件 那代表說他的這個 基本面的條件夠強 那你買進去呢 他就不是指你什麼 漲個一天就跟你調在那個地方 他真的後面會有大波等 我一直在講 什麼叫做能夠大漲的股票 懂這個嗎 對不對 所以安格今天是持續創新高 不過因為安格畢竟 這波實在漲得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今天這個 其實潘東也算是表現相當的強了 也幾乎就是亮燈漲停 可是呢 因為畢竟短漲漲太多了 所以他今天是有創高 可是沒有收漲停 可是安格一樣啊 你看安格這個 尤其他12月的營收有沒有 這個直接跳到這個3億以上去 跳到三字頭去了 然後呢年增也終於來到將近快200%了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 所以安格有沒有 安格有沒有 安格是老早就已經 營收年增都已經跳過一倍以上了嘛 那當然新頂是沒有啦 這個但是新頂也還好了 就是說這個 雖然說他的營收並沒有很亮麗 可是基本上呢 也還是表現得隨時了 所以這來講的話呢 都是很強勢 那這個所以這個 這一陣子我跟郭在談這些股票 那這個來導播先放VCR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怎麼樣 跟你這個預告這個神頓集團呢 先讓我放到VCR 神頓集團呢 包含到像這個安格啊 神頓裡面包含到安國啊 安格啊 像新頂這一些啊 那基本上呢 都是這個屬於這個神頓集團的 那甚至連那個迅捷 迅捷算是安國轉投資了 那是迅捷好 那重點是說這個 神頓呢 這個最近呢 他跟你談一些這個 因為他昨天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科技論壇裡面 他有講 他說這個包含神頓在內的 這一些相關的這些公司呢 主持一個所謂的大聯盟啊 要充斥AI這個市場 那不管是這個AIPC的這個平台也好啦 硬體也好 或者這個AI伺服器啦 這個硬體的部分也好 甚至到呢 這所謂的這個軟體的演算法也好 他們要整個去全部充斥這個統包啊 從硬體到軟體要去統包這一塊 各位各位 我上禮拜特別跟你講 因為剛好在那個 這個那一天啊 這個安國這個神頓集團嘛 他這個他辦了一個所謂的這個科技 科技日的論壇 裡面他就談到了很多這個關於神頓本身喔 以及他這個相關集團的公司 像安國啦 安格啊 新頂啊 那那個這個 因為迅捷呢 因為迅捷呢 他是安國的轉投資 所以在這個在這個新聞裡面你看不到這個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迅捷 但是實際上上禮拜我跟妳講說迅捷是安國的喔 屬於安國那一部好吧 但是反正就是關於他這些公司呢 他們喔這個神頓把這些整合起來 然後呢 要共同去充斥所謂AI 而且是要從硬體呢 這個跨展到這個軟體 或所謂的演算法的這一塊去 就是全面性的喔 去供AI這一塊 那他在這個關鍵的新聞裡面呢 他有沒有有提到安格啦 安格在負責哪一塊啦 心頂負責哪一塊啊 這個都有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上個禮拜 你看這則新聞上個禮拜都跟郭文在談過 所以這個 我在講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呢 那這幾家公司呢 確實在標國五律裡面的話 這個條件都持續存在 你看今天果然對不對 拿個早停板好高興喔 再恭喜會員漲停板 你看今天這個選舉一選完 哎呀這股票漲停 心裡面就很舒服了 對吧 各位我也希望妳今天手上有漲停的股票喔 那妳也會很高興 好 這個我待會兒跟各位 再把這些更仔細的個股呢 跟各位再談一談 而且重點是喔 其實在這個地方喔 當這個安國集團的 當這個神頓集團的股票在大漲之後呢 其實喔 微微信我已經找出來一支新的股票 各位這支股票 這是一個長線的一個K線圖 這家公司股價經過兩年 經過兩年的整理 到現在你看到喔 如果你真的看得懂 這所謂的這個K棒結構的話喔 我秀這個給你看 你馬上就有感覺了說 喔這個有厲害囉 主身段喔 在主身段裡面喔 這個股票經過這個 一年多的修正之後喔 那這個是應該是 修正完以後的一個出身段 然後經過第二波的修正 這裡是一個主身段的開始 有請看在這個主身段 剛開始裡面喔 一根紅棒啊 而且你看在短線上喔 做非常強勢的這個往事 屬於上升角度的這樣子的整理 後面它這個地方會用噴的方式 因為這是一個主身段的一個走勢 那各位那這家公司喔 我今天又領先市場 我再給你做這家預告 我希望你今天看到這個節目之後 你趕快打電話進來 或在群組上留你的聯絡電話 明天趕快帶你進去 布局這支股票 各位這支股票 在做一個主身段 會是在這個 深蹲結段之後 會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股票喔 我先給你做預告了 好來我們先把大盤講完 各位這個上個禮拜 就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啊 這個我還一直跟你講 我說目前來說喔 這個因為當時上個禮拜 大家就在讀嘛 說到底這個禮拜有沒有慶祝行情對不對 那其實我上禮拜我跟你講的很白啊 我說這個盤呢 基本上其實喔 你還是看區間震盪就好 你去看區間震盪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這個 突破往上或是跌破往下呢 很簡單 第一個 我上禮拜五還預告你喔 目前上檔壓力喔 最大的是在17640 各位17640 上個禮拜五喔 你上禮拜五有沒有看股市大功率 我還跟你講 我說那個大盤的那個壓力喔 目前在17640 今天最高點多少 17632 差8點就是17640 各位等於 其實基本上等於今天的高點 就是來到17640這個地方 各位這個點位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全台灣股市只有維國慶 跟你講了這麼一個點位 今天馬上驗證給你看喔17632 好啦那因為就是17640還沒有過去嘛 所以這個所以今天這個盤 為什麼開盤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好像有那個慶祝行情 可是後面為什麼就給你震盪走動下去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過去 所以明天以後還是一樣 目前基本上17640以上 還是目前短線是比較大的壓力所在 也就是說除非這個盤17640能夠過得去 那這個地方那這個1月以後呢 那這個盤會往上走 那在這個沒有過去之前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盤你還是繼續先看區間震盪 還是繼續看區間震盪 那目前下檔呢還是一樣 我上個禮拜我特別跟你談到 說那目前下去來講 因為既然看區間震盪 那什麼叫做區間 那就是一定目前有個範圍在 那往下的話呢 還是用17450這個地方 當初下檔的觀察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一樣 目前沒有變 還是下檔你先看看17450這個地方 好吧 那除非這個加圈指數呢 要嘛就突破這個地方直接上去 或者跌破17450繼續往下做修正 那如果說它是跌破17450往下修正的話 那這個就是屬於ABC的修正 因為目前以這個地方修正來講的話呢 是對應11月這一波大漲 所以這個要開始做一個ABC的修正 目前基本上在這個1760年沒有站上之前的話呢 當成小逼迫來看就好 其實這個因為節目時間有限了 如果說你對這個大盤指數你非常想去了解它 或者說你本身你有在做旗子 你有在做旗子的話 你會很在意這個點位 可是說這個點位 維國欽也跟各位就抓得很精確啦 那如果說你有 你對指數或是對旗子有興趣的話呢 因為維國欽因為我自己本身我是這個 那個證券跟期貨的雙分析師啦 所以其實我另外我還有一個群組 叫做這個大勝旗機 就是旗貨的旗 大勝旗機這一個 這個QR Code 那個Future是57888 那如果說你對期貨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這個加入維國欽的這一個群組 加入這一個群組 那個裡面我有專門在談期貨的這一部分 你可以歡迎你這個去參考那一部分 好吧 因為這個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直跟各位談這個大盤 好吧 大概這樣講很清楚了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剛講過了 其實今天算是說這個加權指數 這個一般一般 可是今天的這個OTC是還不錯 今天OTC算是突破了這個幾個短期均線 反而是往上收 那所以呢我就講說 所以這個其實從這個 你看從1月中旬以後 進入2月份去的話呢 那基本上的話 這個中小型股票 尤其這個 尤其我才講成長股 成貴 我也在講 今天維國欽我最喜歡幫 會員去找出那種所謂的成長股 什麼叫成長股 就像這一種啊 有沒有 它的就是按照標股五率 它的營收在大幅度的成長 那營收大幅度的成長 那將來後面的這個獲利 或是EPS 就能夠這樣跟著一樣 大幅度的往上做成長 或是呢它的產品 是切入手的明星產品這一部分 未來的需求是很大 這個持續強 所以我說這種股票呢 它就不是這個 就是不屬於這個循環性的 就是說比如說 這個像這傳產股 一般來講它都是循環性的股票 所以呢股價起起伏伏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啊 長線能夠大漲個幾倍的股票 那基本上喔 你要往這個方向去漲 就是我所謂的成長股 其實在這個 上個禮拜五啊 我除了跟你談大盤的這個區間之外呢 我也是跟你講 我說長線來說的話 仍然是以成長股 是重要的標的 否則不然的話呢 如果說你只是這個 每一天盤面上 那個來來回回的話呢 那就是玩短線而已 那真的能夠長線能夠大漲的股票 一定是以成長股為主 那今天我還是跟你提醒喔 你去注意一下這個 中小型股票裡面 那些成長型的股票 這個最重要 好吧 其實微微信我單在會員座 基本上我都喜歡挑這種股票 那你說像這些 像這個什麼安國安格這一些啊 基本上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像安國 他就是切入所謂的這個 AI的ASIC 就是特殊應用晶片那一塊啊 因為安國他變了那個星河 變了星河的那一家IC設計公司嘛 那因為星河他就是在做這個 AI的相關的特殊應用晶片 跟IPC制裁那一塊 所以安國變了星河以後呢 他等於正式跨入到 所謂的這個AI的這一圈裡面去 所以股價才能夠從去年的這個 10月份以後 就一路漲漲漲到現在來 安國這一波真的漲得相當的可怕 已經漲了1.5倍快2倍 那所以這種股票就是因為 他的這個就是我所談的嘛 所以在標股五率裡面的 有這些條件存在 這叫做成長股 那除了安國之外 那安格也是一樣對不對 安格我也講 我剛才特別給你看 他過去你看他這個 營收的這個年增 那更恐怖了 都是以一倍一倍一倍 甚至兩倍的這種速度 再往上走 所以他的股價當然長線上 就是不斷地給你創新高 當然我是講 一支股票再強 不會每天漲了 但是各位啊 我是講 什麼叫做強勢股 不是今天漲停的股票 叫做強勢股 而是那種漲不停的股票 才叫做真正的強勢股 對不對 漲不停那波段就大了 所以來講 能夠創新高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在股市裡面呢 這個 跟他為我請 我專門 我跟我的團隊 專門在幫會員 在挑這種 所謂的這種成長股 這個來講非常重要 好吧 那這個 今天來說的話呢 其實這個以 因為最近台積電的 我講COWERS這一塊 因為其實去年大家 這個講COWERS 哇大家在炒這個COWERS 真的是炒翻天了 但是因為後來 因為在去年的第四季 因為台積電的 這一部分的產能 並沒有真正開出來 還在瓶頸的階段 所以呢 這個COWERS去年炒過一波之後 很多的相關的股票呢 就熄火了 就在那邊一直不斷的 做整理整理整理 但是這個 12月中旬 我就再提醒大家 我說 從今年1月份開始 台積電COWERS的產能 會很大量的開出來 所以為什麼這些相關的股票 最近表現得相當強勢 是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喜歡 有這些股票的話呢 你就繼續做波段的操作 那如果說 你說沒有這些股票的話呢 那什麼地方 是個新的買點 我也歡迎你過來跟上我 好吧 其實我都跟各位 之前都已經談過的股票了 像這些來講都是一樣 他做什麼東西的 這樣子好吧 OK 那這個 除了這些之外的話呢 這個 那安國集團本身的這幾家公司呢 我剛講過 就是因為 這個 因為神盾呢 他把旗下的公司整合起來之後啊 他準備在這個 AI 未來在AI的世界裡面呢 不管是這個硬體也好 或是這個軟體 所謂的演算法也好呢 他要全力的去發展它 那所以呢 這個 相關的公司來講 他們的未來的這個 營收 跟獲利的成長的機會 是相當可觀的 所以這個來講 這些股票呢 也都可以有機會 再做這個破斷式的操作 像這樣子 那不過當然呢 這個還是一句老話 就是說 當然有些股票 短線已經漲多了 那這個 如果你手上有的話呢 那繼續做破斷的操作 但如果說 你手上沒有這些股票的話呢 那再來短線上 哪裡是新的切入點 我歡迎你過來跟上我 都是這樣子 好吧 那所以來講的話呢 都是這個目前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這個 其實今天的網通股 表現的也不差 那個其實過去兩個禮拜以來呢 我也在節目上 在群組上 我跟大家來談 我說其實網通這一塊 今天來講的話 都還是蠻有機會的 各位其實講到網通股 這個 我很早在跟我再談一個比喻 這個其實 如果我們真正以所謂的這個 長期成長的產業來說 其實網通這一塊 真的是標準的 長期無限成長的產業 很多人在群組問我說 老師 你一直在談說 這個所謂的成長股 或者所謂的成長的產業 但是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 哪些產業 是長期可以大量 可以不斷地成長的 你說半導體嗎 好像可是看起來 你說這個已經 它已經供到2奈米了 這個國外甚至有人 要供到1.8奈米了 那終極到了1奈米之後 怎麼辦呢 看起來好像半導體 你說它這個先進製程嗎 好像到了某個地方 有瓶頸對不對 但是我講 我今天看完講 我說那有啊 我說有一個產業是那個 那叫無限成長 哪個產業 叫做網通 為什麼網通是無限成長 因為 人類對於這個 資訊傳輸的速度的要求 只有越來越快 對不對 那是無止境的 你知道你說最早的 從這個什麼Wi-Fi級 什麼Wi-Fi 345 一直到現在Wi-Fi 6 今天開始的Wi-Fi 7 未來更多更多 所以說像這個有沒有 什麼這個 什麼2G 3G 4G 5G 那將來6G 7G 那是無止境的 所以呢 其實這個 以產業來說的話 其實網通這一塊 這個因為要求的速度 只有越來越快 所以它是無止境的 會一路成長上去 所以這個其實網通這一塊 也是裡面很多的股票 都是維護近戰的會員 長期在超多的股票 那其實你看 其實以今天來說 這個其實訊息 這一波最強的訊息 今天繼續再創新一高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我給你也給你 預告了一個多禮拜了 那其實是去年 這個訊息前面大漲兩波 我都帶著訊息進去 都進去做了 那其實這個 為什麼這個訊息 這一次能夠變成是 網通裡面的領頭羊 因為是這個關係 對不對 這個CPU光學共同裝 這個東西其實去年 就跟COWERS一樣 都是被大家炒到天上去的題材 對不對 這個什麼光學共同裝 就是為了讓光纖 將來傳輸的速度更快 什麼這些 然後 所以用共同裝的方式的話 可以減少很多 這種不必要的 這種什麼訊號的遞減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讓它可以速度更快 所以其實去年 關於CPU這一塊 其實已經也炒得蠻熱的 那當然只是說 去年真正的領頭羊不是訊心 是這個華新光 就去年那一波 哇那一炒好幾倍上去 那當然只是說 因為華新光 因為畢竟前一波漲幅太大太大了 那所以呢反而這個 到了最近來講的話 因為它經過一次中斷經理之後 那反而在這個地方 反而是這個底部 才開始慢慢要重新再去 建立一個新的底部 但是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我說其實以台灣的所謂的 這個CPU的供奉裝的 這個廠商來講的話 其實真正技術最好的是訊心 而且它已經實際上 有這個量產能力 那華新光只是說 我要跨入CPU 各位聽懂沒有 這個有點差異 好了但是不論是 它有實際的技術也好 或他說我要進入這個領域也好 反正基本上都已經有沒有 都是有這個題材在 所以你看你說像金利科對不對 金利科現在已經炒到這種股價去了 我現在很多人金利科 你看到它炒到這種 已經三百幾塊四百塊錢 你真的買不下手 你去看金利科的營收 還掉在下面 對不對 那你說它的獲利 怎麼去吃成這種股價 但是我說各位 這東西 是股票市場的另外一個迷思 但是Anyway 但是最起碼最起碼 當一家公司說我要跨入這個明星產品的時候 好吧 那如果大股東心態是一路偏多 那這股價就一路給你上 那尤其是如果它真的已經有這個技術了 那這來講的話就更恐怖了對不對 好吧 所以你看其實你說像安國來講 各位其實安國在去年 10月份11月份股價就開始 一路給你往上做這個狂飆 那當時啊 就是安國就是講嘛 因為就是說它因為它變了那個星河以後啊 它就已經正式跨入到手的AI的ASIC那一塊 可是去年你看啊 去年這個 當時安國股價在漲的時候 它的營收有沒有上來 沒有上來啊 都還在1億多那個裡面啊 都是1億多 1億多 年增也都是20幾% 實在沒什麼了不起啊 但是股價 但是各位股價永遠領先這個消息面嘛 領先這個什麼營收這種東西嘛 所以股價連續漲了兩三個月之後 你看到了12月 所以營收終於開始跳出來了 終於開始跳出來 所以股價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說這東西都是這個樣 所以說這個不管題材怎麼樣講 反正你這個公司有實際的條件也好 或說你是 就是說我要進入這個領域也好 反正只要大股東心態一偏多 股價一偏偏長給你看啊 所以目前的訊息呢 仍然是這個目前在這一波網通裡面 算是個領頭要再往上衝了 而且因為它大概今年來說的話呢 EPS大概要挑戰一個股本 大概不是問題了 所以股價來到198塊200這個地方 其實也還可以接受 因為它如果今天EPS可以挑戰10塊的話 正常講它這個是有這個條件存在了 不過當然因為短線也短線漲幅不小了 我倒不是叫你明天跳進去 而是說好它這一波漲了之後 那它股價回檔 而且因為這支股票 它的股性很奇怪 就是說它大漲一波之後 它一旦回檔 它回的幅度也都蠻深的喔 這邊也是 漲一波就回到 回到基本上它都不是只有回一兩天的 所以呢 當它大漲一波以後 我說過了 我不是叫你明天進去搶這支股票 但是等它下一波回檔之後 那下一波哪裡是一個新的買點 那我倒歡迎你過來趕快跟上我 我在等它下一次新的買點 好吧 這是重點所在 那好吧 這個是真的目前有這個條件 在做這個CPU 它是真的有這個能力的喔 好 那再來除了這個 那華信光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打出一個短底出來 那你可以特別注意一下喔 那另外當然 這個 其實目前在 為了追求那個上網速度嘛 所以我就講這個去年是Wi-Fi 6 跟Wi-Fi 6E嘛 那今年開始要進入Wi-Fi 7的這個領域嘛 那萊捷來講的話算是台灣唯一的 可以這個做這一塊的啦 所以它的股價前一波也大漲到這個 200塊錢這個附近來 好那短線經過整理之後呢 那股價在這個地方 有機會慢慢在這個做這個短線的底部 然後這個未來的這個表現 所以呢一樣喔 萊捷再來該怎麼操作 歡迎你過來跟上我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Wi-Fi 7E這塊之外的話呢 當然了 因為這個美國就是所謂的這個基建那一塊 那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企機前一波炒到173之後呢 這次也經為是中斷整理喔 那最近呢股價在這個地方 有開始也在做這個主體的這種 這種有這種條件存在 所以呢 過來跟上微微信一樣 不管是5G也好 Wi-Fi 7E 滴軌微信 反正企機的條件是比這個像智翼啊 比中壘來講是更好一些了 所以它未來這些 而且你看這個其實在前一波的高點裡面 其實企機中壘跟這個智翼啊 股價在創歷史新高呢 其實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為什麼這些 這些股票看起來不太起眼 可是為什麼它能夠創歷史新高 我就講過 因為我講過 你要說這個產業 網通這一塊 那真的叫做未來無限發展 懂這意思了吧 好 在這個我再強調意思喔 當這個目前不管是網通也好 或是神盾的集團股票大漲之後啊 我說過喔 我已經幫你了 我已經幫我的會員喔 挑出來一家喔 新的公司喔 嗯這個很厲害喔 這家公司 好我再提醒你 這股價經過兩年的整理喔 這地方開始要進入一個主身段 什麼叫主身段 用噴的喔 喔所以這個趕快喔 這個我這個 這一兩天 我正在這會員啊 在做佈局的動作 因為我的會員正在買進這隻股票 所以呢 我不能夠喔 在群組上 在節目上 隨便嚷嚷這一家公司 因為這是保護會員的權益 將來你跟上我之後喔 這些好公司 但是你買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去跟 去跟外面去嚷嚷 我一定讓你喔 這個權益 會員的權益 一定要先保留好 所以所以 但是你也一樣 如果你真的有心希望說 老師喔 我老師選的股票 我會再講股票這種東西 什麼叫底部進行 什麼叫大波段操作 什麼叫成長股 對不對 凡是那些能夠漲個幾倍以上的股票 問題重點是 當它的股價在長線底部的時候 第一個 你發現到沒有 然後呢 之後對不對 怎麼樣 為什麼它有條件 到底是什麼樣的條件 讓它後面的股價 能夠有大波段往上漲的這種機會 這都是我跟我的團隊 我們每一天呢 這個專精在找這些東西 所以 這個 大家都知道 你為有這樣子做股票的話 你才能夠真的把股票 能夠賺到大波段去 所以趕快來喔 這股票 我今天開始跟你做第一次預告 第一次預告喔 我在第一次預告的時候 我請你趕快過來跟上 跟上這家公司 那將來等它噴上去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享受到這種賺大錢的樂趣 跟上維國慶 跟上這個標股五率 跟上這個維國慶我幫會員 從這種角度來調整 真的產業能夠大漲的股票 OK 這是趕快喔 這個很可能是1月份 未來1到2月份 排名會是一支很亮麗的股票 趕快過來跟上我 OK 最後大家說順利 謝謝各位